下一個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補習心得 我自己對補習這件事都有點保留 因為我始終補習的年資都不算很久 我中二的時候找過一位師寶去補我自己的數學 之後中三升中四的書架補了 可不可以叫兩期兩期的歪歪靚的中文書期班 還有中五星中六都補了一期的歪歪靚中文 之後臨考DSE之前就補了Cooper的Mog 他就給了一本這樣的東西我們 那我就覺得其實補習對某些同學來說都是有些作用的 因為始終他們可能在學校的環境來說 他們是吸收不到這個DSE是需要的內容 那他們覺得如果在課語的時間都有一位老師可以去補充一下自己 在課堂上面學不到的東西的話 他們可以有更加好的成績 那對於這些同學來說補習是有用的 但是對我來說補習 我就覺得補習的時間我自己是浪費了 因為一出一入又要時間 那如果有些同學住得比這個補習社比較遠的話 那就可能又要長途拔市又要去補習社 又要等補習的時間 那中六有時課程就會吞到很晚 可能六點幾七點才開始 那補習回到家已經十點已經沒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沒有得溫習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吃虧了的 但是同時補習又會給了很多額外資源來 那我自己也有作文去畫畫靚的 不過修就剩下幾份了 嗯 還有 嗯 我就覺得 背套是OK的 不過我覺得不是那麼多同學會去用這些背套 因為始終 你補習你也要 真的會有一種尷尬的東西 你去交文 但是其他人也未必會交文 那 我自己也有可能補過這個candy flower的英文 那時候是去玩一下 看看他的課程去到哪個程度 那看看我可不可以 嗯 就是 都是去觀摩那種 style去上下課 那 但是我覺得 其實是本書裏面的東西才最重要 你看到我所有頑章都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 在臨考試之前 都 作了三十幾四十篇文 給我自己的中文老師去改 雖然我 中文作文 就 和整幅中文都是比較差的 但是 我就覺得 始終 我在校試之前有些練習 那我最後的成績都應該不會差到去哪 那 那 我就覺得 其實這幾本書 已經好過你上去那幾本書 那我寧願不要 就是 就是 不會上那些課 都只是想拿去那本書 所以有時候 就是 上年的Summer 好像 好像 它是 兩堂 一定是四堂這樣算 所以 去到第四堂的時候 他給了第二期 第二期的書 那我都沒有再上過他的課 因為我自己看那本書 都明白他說什麼 那 我又有補過 康sir 康sir 補了Summer 兩期 那我都是覺得 他本書裡面的東西 更重要 他自己在課堂上面說的話 那 因為我的通識是用中文讀 但是用英文考 所以我就 其實 都是 希望在他那幾本書裡面 吸收到 理解到 拿到多些論據 學到多些答題技巧 那 就 對 所以我對補習是有點保留的